要打選戰 行政院長蘇貞昌南下雲林 參加高齡醫學中心動土 立委劉建國陪同出席 現場武師 咬了個好彩頭 蘇貞昌接到後 下一刻交給劉建國 他開心舉起手歡呼 接著來到台大雲林分院 對於二期擴建金費 再增加30多億 蘇貞昌特別提了劉建國 巧妙的用虧的方式 點出劉建國 為雲林鄉新 爭取更好的醫療資源 間接助攻投入雲林 縣長選戰的他 劉建國也在臉書公布 競選總部副主委 由賴品瑜 范雲 吳其民 三名立委擔任 他們都是北漂雲林的子弟 一口同聲 亦不容辭 知识到底 香甜到底 劉建國說 吳其民來自雲林東市 賴品瑜的父親是雲林古坑人 而范雲的母親是雲林四湖人 三人北漂工作 在專業領域各有擅長 我想賴委員最年輕 那范雲也是教授 那吳其民委員 早就在新北深耕 蠻久的一段時間 跟雲林縣來做相關的連結 甚至給我更好的一些意見 在這個憲政的規劃過程裡面 都是最好的這樣的一個支持 對於三名副主委 林鄉在外過來打拼 在雲林有一定的人脈與資源 這次情意相挺 也讓雲林旅北戰隊正式成立 三星文林維智朋友 SN小杜明明報導